2024年生肖熟苦的朋友 在四月孕方面 职场上恐怕一波好几则 虽然有远大的雄心和抱负 但时机不对 最好能够老实地待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上 另一方面人事之间比较容易有纠纷 特别要注意与合伙人或同事之间的相处情况 小心有人从中作梗 让你遇到很多的障碍 如果遇到障碍的话 要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可以安然地度过难关 此年要少说多做 处事上需要保持冷静 尤其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掌握脾气 千万不要过于冲动或急躁 否则有可能酿成大祸 一切的努力将会徒劳无功 所以2024年生肖熟虎的朋友 一定要冷静低调才可以渡过难关 以上就是2024年生肖熟虎的朋友 事业运的表现 2024年生肖熟虎的朋友呢 在桃花爱情运的表现 桃花好运呢 今年有一点微弱哦 鼓励感情的发展 尤其受到凶心的影响呢 你的情绪起伏呢 会特别的大 特别容易会有一些玻璃心的问题哦 尤其呢 引起自己的小剧场 让你患得患失 尤其呢 有很多的争执啊 让你呢 没有办法打开自己的心门 尤其呢 投入在爱情方面呢 更是难以开启哦 但是呢 朋友呢 与异性之间呢 比较难以投缘 就算身边有人帮忙介绍 也不愿意积极的去行动 不妨呢 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还有心情 准备好了 再夸出去恋爱 有伴的朋友呢 容易逃避的心态哦 如果呢 不愿意直接的面对问题 长久累积的情绪呢 跟不满呢 对爱情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以上呢 就是2024年生肖熟虎的朋友 爱情运 2024年生肖熟虎的财运哦 熟虎的朋友呢 今年呢 虽然有财心来眷顾哦 其实是一个偏财之年 但是呢 太岁来主事哦 呃 未不可犯 犯者呢 容易招来灾祸 表现在财运方面呢 甚至反复哦 尤其呢 时好时坏的问题呢 切勿赌博 或者是参与一些投机性的买卖 以免呢 血本无归哦 此年呢 需要胜房 投资理财方面呢 以外不以内 向外发展呢 较为有利哦 但是呢 不太适合呢 高风险的投资 或金额太大的项目 要适可而止 呃 不可以有强求 以免呢 招来破财 如果呢 行有余力呢 不妨寻找 自己适合的副业 来斜杠人生 只要有赚到钱的专案呢 都要去尝试 不要偷懒哦 以上呢 就是2024年生肖属虎的财运表现 2024年生肖属虎的健康运 今年的身体呢 上渴哦 不过呢 会有一些血光之灾 也容易呢 有扭伤啊 弄损的现象 避免呢 从事一些危险性 或是激烈的运动哦 要从事户外活动 以及外出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安全的措施 还有装备哦 才可以呢 减低受伤的机会 尤其呢 家中啊 或在工作的时候呢 要小心使用一些力气 还有机械 即便呢 你已经很熟了 也不要呢 太过大意哦 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 如果呢 不及时的治疗啊 很容易酿成大病 尤其呢 长辈的身体呢 稍有不适呢 一定要去医院呢 做一些全面的检查 也要盛防呢 他会有这种跌倒的现象 或者是呢 防止呢 出现效服的事情 以上呢 就是生效疏忽的朋友 健康运的表现 YAHOO